本集节目由永丰金控冠名赞助 翻转金融共创美好生活 以新闻开启国际视野 永丰金控与您一同掌握全球脉动 大家好 欢迎收听联合KiPod 我是郭重伦 苏奇老师 是在台湾大家都非常知名的 他曾经担任过陆委会主委 也担任过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最近出的一本新书 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 是天下文化出版的 谈了他在过去求学 还有他从政的经历 还有他对于他曾经在不同的政府 担任工作的一些感想 跟他的政策方面的一些建议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苏奇先生 苏老师好 你好你好 重任兄你好 我想先有一个事情 我一直比较好奇 就是你在书里面谈到了台湾过去 一些在政策上的问题 除了修宪让台湾的总统变成民选的国王制 或者是民选女王制 有权无责 还有国家定位的两国论的问题 但是你也谈到外部条件的变化 尤其是美中对抗的大架构 让台湾现在所处的处境 前后十年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我想问的是 这究竟是外部因素比较重要 还是台湾内部的因素比较重要 这个问题也就是现在 民进党常常拿出来谈的 就是即使你现在马英九 在现在执政 可能他的两岸政策也会发现 是至爱难行的 你怎么样子回答 我觉得外部因素比较重要 这是我们用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因为台湾有点像现在的巴勒斯坦 或者是东欧的波兰 或者是亚洲的韩国 就是台湾不是一个单独独立的存在 它是夹在大国中间的 所以巴勒斯坦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西边如以前罗马帝国 东边波斯帝国 北边土耳其 土耳其还有阿拉伯 反正哪个国家起来 就会去扫它一下 波兰也是一样 德国 普鲁士 俄国 没事就在碰它一下 那么韩国只要日本一起来 就往它那边挫好几次了 所以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就是美中台中间 所以我一直要强调 就是说台湾过去这三十年四十年 我们玩这个选举的游戏 玩得很开心 其实刚好在美中台这个大国这样的一个空档中间 所以不是我们的天生就有的 全世界没有天生 就是说你你生在这个地理 所以我这篇书 这本书年我特别谈到 台湾你有geography 历史跟地理 地理决定了台湾的幸福还是不幸福 我们很巧 有段时间 别人都在打仗 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 然后我们又被美国保护 所以我们就很好 别人反而不好 我们很好 那也是地理的因素 现在 台湾在以前中国最大的时候 台湾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都是中国人移过来 然后日本强了 就把台湾拿过去了 那美国强了以后 就把台湾变成它的保护国了 就这么简单 那现在为什么在台湾 我们现在能够 就是说好像安定的生活突然没有了 那么马英九执政也是一样 这个谁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中国起来了 那要跟大陆跟美国在冲 所以这台湾就变成两个狗强的骨头 但是是马英九执政 还是蔡英文执政 还是有差 就是可是大的因素 60%70%是国际大环境的因素 决定了我们 就是你是 你是人家要你还是不要你 可以leave you alone 还是非要来抢你不可 但是呢 我们内部的因素呢 可以决定你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 那马英九处理的话呢 就会说 我们我们这个三边都来往都来一下 那我们跟大陆打交道 就是说你不要急嘛 这个什么事情 你们很忙 你们很多事情嘛 你们跟美国很多东西去炒 不要来炒我们嘛 你们炒别的这个贸易啦 什么科技啦 什么金融啊 你们去炒嘛 这个你们 已经够忙了 我们那个 所以台湾不要去添乱嘛 那蔡英文的方法就是添乱 民进党现在就添乱 把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大 所以我们内部的因素呢 占到百分之 百分之 我认为二十三十四十 大概讲 四十绝对少数 但是大环境是绝对多数 不过你 你也提到说 呃 内部因素 为什么重要 提的是新加坡的例子 你说新加坡 在美中两强之间 还是能够左右逢源的 因为他透过 精巧的顶层设计 跟严格执行纪律啊 继续的在区域 跟全球范围当中 发挥超出其实力的影响力啊 嗯 对 这样子是一个精英模式啊 对 但是有人讲说 台湾很难学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是靠牺牲民主啊 是 来达成的 这个你觉得呢 这我这我同意 台湾台湾是很难 呃 这个 可是台湾 台湾我觉得啊 也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 民选国王制 我觉得民选国王制呢 让我们的精英 没有办法来试着 协调跟合作 其实我在在我以前 我在台北论坛之前 为什么弄台北论坛 我就是想 这个潜率跟潜蓝 是可以合作的啊 那那红旗昌啦 同志员啦 还有很多 我办了很多活动 我的书里面 都把那些名字列出来了 大家可以坐下来一起谈啊 并不是不能谈 但是呢 当你这个制度是 每四年就要抢一次 那个那个 那个甜蜜的果实 权力的果实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没有没有办法合作 那那 所以就就是 所以我们内部 这个制度的因素 就跟那个 那个那个 新加坡的顶层设计 不一样 那新加坡 因为它那个环境呢 它是 它是在那个苦难中 出来的 它就是被 马来亚赶走的 所以他们 经营有那个 集体的意思 那我们这边呢 就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这边又是 就是大家 大家觉得好像 好像被保护了 温室了 然后就可以权力更贴身 这个名利更贴身 所以精英就往那个方向去走 而没有想到说 我们蓝绿之间 其实可以有共同点的 我到现在我还觉得 就是蔡英文上台之前 2016年之前 我真的是相信 蓝绿之间 是可以做到一些 可以起码可以试探一下 怎么样的协调 但是2016以后 我是越来越回心了 我现在几乎是 有点放弃了 我再问一个 因为上面的人 换来换去 但是也有人讲说 如果下面的 Servant 公务员体系 如果能够维持稳定 还是可以有高效能的 英国其实在某个程度 真的有这个例子 但是你书里面也提到 其实现在 你发现这些公务员 其实越来越怕负责任 一定要赏官下条子 另外还有就是 很多公务员 现在也越来越 在政治上面 希望能够投机 然后赏官所好 所以很难再维持 政治上的中立 是不是 这个讲这个话 我是很伤心 因为这些人 都是我们以前工作的伙伴 我认识很多人 这个都是很优秀的 训练很好 纪律也不错 但是经过李登辉 这个任期 后来到马英九 这个八年 就是说经过中间 陈水扁的空档 然后回到马英九 那个政府 再跟他们相处 我觉得我们的公务系统 也性质也变了 很多人就不敢负责 然后这个就是 也不能说他怠惰 他就是怕事 这个你们 你们你们有来来去去 那我永远要在这里 那谁来我就服侍谁 那国民党比较不会把那个 把手伸到公务体面去 那个马英九 基本上都很尊重公务体系 所以所以你看他的 他任命的大使 这个将军 什么他很少从外面去 这样弄进来的 那民进党手伸得很深 而且他伸的程度 已经超过 陈水扁跟李登辉的时候了 我书里面没有写得太清太白了 但实际上他现在 现在已经浮上水面了 他现在把很多那个外面的那些 这个 这个 讲得不好听的小朋友 很年轻的 很年轻的人 完全没有政府纪念的 然后以基要的身份 以什么这些各式各样的名义 进到政府里面 这是俗称的政委 这变成 对对 然后他们领的钱 不一定从政府里面拿 说不定是外面的资助了什么 可是他在里面有办公室 参加开会 那他们可以 他们在这里面就会把整个 让公务员很回心 觉得我干什么做呢 里面这些人都决定了 这个以前的这个补助案 这个是我们公务员来 来按照法律规定 那他们在里面就政治决定了 所以才会有很多民间团体 这个拿到百分之多好的补助 都是这样子 就是完全政治就升到民进来 经济部 钱最多的经济部 交通部 都是这样的现象 甚至于外交部 都是这样子 所有的相关的部会 都是这样子 那现在民进党还要合法化了 把这些都变成 这个就是说 政治人民的范围把它扩大 所以常务官更少 所以我们一来传统 没有像英国那样 新加坡那样承受 英国的这种传统 我们没有这种坚固的 公务员的体系 但是原来经过几十年培养的 也在最近这几年 完全被 我觉得被政治化了 被政治化了 所以我对台湾的未来 真的是很悲观 然后蔡英文 把军公教的退休金这样子一砍 军公教这一块 是中华民国 大概最保卫台湾 最坚固的人 他们的子女 去当兵的也最多 你要去看我们的军官里面 我没有掌握这个数字 但是你真的去看的话 军官里面 尤其现在的中级军官 很多他们是军公教的子女 所以这一块是最爱国的 最保卫台湾的一批人 结果蔡英文 只是为了政党的考量 你们这些人都支持国民党 我就要砍你们 就把他们的退休军都砍了 所以 我碰过好多这些人的军官 他们要不然就不退伍 要不然就在那边婚日子 要不然就提早退伍 要不然就婚日子 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在八年的执政 她是真的不是在改变政府 是改变一个国家 她把台湾内部改变的 从你到外变得很多 那么台湾现在我怎么看都觉得 未来不太可能团结对外的 不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已经没有那种 已经没有那个气了 你在书里面特别谈到军事这一块 我想问 就是说因为你在当立委的那一年 那几年当中 因为你说要维护公投法的尊严 所以你阻挡了这个 对对对 军购三年 这个事情 我听说美国方面非常的感冒 我讲就是说 现在我的问题是 因为现在民进党又再度沦为少数了 那未来国会当中 你觉得对于这个特别军购案 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不是应该继续在杯葛 我知道最近在选后美国派的代表团来 特别还希望跟国民党沟通 就是希望在未来的国会里面 在军购上面不要再挡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现在的细节我没有仔细研究 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像以前那样子 我在立委的阶段 还有在那个之前 我对国防一直都非常重视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花了很多时间研究 我在哈佛当研究员那个阶段 我花了很多时间 研究这个战略的问题 那么 陈水扁总统在推那个公投之前 我们一直劝民进党 不要推这个因为有公投法 你要公投法 哪有说刚通过的法律你就违反他 然后要我们立法委员来配合违反 这绝对是不符合民主原则的 所以陈水扁动员了很多国防部的将军 包括包括我不要讲名字了 现在很多都知名的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 那我都很抱歉 我说我说没有没有这个陈水扁这个公投 我绝对支持 公投我们就 我们那时候还去美国去考察那些军购的事情 那我还特别跑到那个 美国那个 Dennis Blair上将的家里面去跟他 跟他这个请教这些事情 所以军购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在当时 但是现在的话呢 我没有比较不常发言 因为现在的细节 军购是要很多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你必须要了解 你要买什么东西 要干什么用的 你的策略是干什么 这个要全套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我就 我不想再多评论 因为我没有这个研究 我不敢说话 但是书里面你特别提到 这个自治潜见这个问题 因为你在政府的时候 曾经那时候 马政府也研究过自治潜见 最后决定不要做 现在这个第一艘出来了 其实有很多质疑 你书里面也提到说 究竟来得及来不及成军 你整个成本财务上面能不能支应 然后现在这个 已经闹得风风雨雨 将来这些敏感的装备 能不能来 你这些的答案其实都是否定的 这个将来会不会变成一个 虎头蛇尾的大弊案 我觉得非常可能 我觉得非常可能 但是现在他们还在弄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料 因为从我跟那个 Denis Blair上将的 在家里面对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在家里面开车去 到他家 开两个钟头 到他家 然后一个小红瓦屋 然后他太太还在那边 自己亲手烤那个巧克力饼干 给我们吃 很香 所以谈的谈的一些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八糟前建的话 最起码你确实讲好了 他说八糟前建要三个港口 那我们现在左营 左营这边还在弄第二港 第二个码头 就我所知到现在还没弄好 第二还没码头 所以根本我们连港口都不够 那更不要说你还有什么 还要他说你还有其他的什么 救护舰 救难舰 什么一堆其他的配套的那些东西 根本根本没有 然后我们的制造能力 起码在当时只有三分之一 而三分之一是low end 很低阶的那种那种技术 那现在民进党是不是 捞到高阶的 我不知道 那中间能不能够整合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做很具体的 像我当年立委的话 有这些资讯就可以做评论 现在很难评论 不过以我当时的经验 还有参考 Denis Blair上将的一件 我是高度的质疑 可是我觉得这个质疑 不应该由我们个人 在野的个人 应该由立法委员 国防委员会 他们去质疑 媒体可以收集资料来质疑 这是在野党应该来 来集中力量来质疑这件事情 替老百姓看见荷包 就你最后花了那么多钱 最后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一场空 到时候是不是技术 落到大陆的手上 我们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 他们作为政府执政的人 他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在野党跟媒体 立法院都应该提出质疑 可是最近这几年我没看到 所以我非常失望 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野党跟立法院 在这一部分的表现 还有其他很多部分 基本上是不及格的 我想把这个题目转到 就是你在书里面 有相当大的篇幅 谈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尤其是现在民进党政府 跟美国之间的依赖 是越来越强烈严重的 但是我之前新出发表会的时候 我也听你提到 今年如果你觉得 今年如果川普要是当选的话 他的冲击将是核弹级的 这个冲击会是指什么 因为其实在2020的时候 甚至有很多人在台湾 是支持川普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 川普会对台湾有最大的影响 是说会把台湾给交易掉呢 是有什么样 你的顾忌在哪里 两个顾忌 而且这两个都是 很深的很重的顾忌 第一个就是川普极可能 不是非常可能 是极可能分裂美国 这我讲核弹级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把美国这样分裂了 美国现在已经 我的书上有那个比例 我现在记不得了 共和党跟民主党里面 非常高的比例 就是把对方看成敌人 而不是一个对手 就是说我永远不支持他 我看的书里面 资料非常多这一部分 甚至于我里面有提到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美国现在变成 譬如说我们现在审查 要给一个位置给一个什么人 就在应征的人里面 那以前的话会说 这个是黑人我不喜欢 这亚洲人我不喜欢 用种族来分 这个人是出生怎么样 这个人什么 用这个来分 现在不是 现在是以党籍来分 就是说我来过的话 我会用这个来考量 甚至于那个书里面都写 甚至学校里面雇佣老师 录取学生都用这个考虑 就把党籍放在超越 超越种族 超越宗教 超越这些东西的考量 变成这么重的一个因素了 更不要说嫁娶 交友什么东西 所以美国现在社会分裂的 非常非常厉害 那川普呢 偏偏是上口撒盐的人 所以他在那边 他就挑动着共和党里面的 这些保守强硬派 就是 然后他上台之后呢 民主党 我碰到了 现在精英里面大部分都是民主党 民主党 现在他们占到的 全国的GDP是百分之多少 三分之二以上 是在民主党的控制之下 那普选票也是他们比较多 但是呢 他可以 这个川普可以 可以玩弄很多手段 他把 他把这个 这个 他把选举人票 抓到手上 超过半数 他还是总统 所以那这种总统选出来的话呢 这个民主党会非常不服 然后万一川普选输的话呢 他会说你看 又作弊 他共和党人会更生气 所以他这个上来 不管是赢或者输 在美国内政会投下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核爆单 这是第一个 还不是 这是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也是我现在最担心的 也是我所有的外国观察家 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这是第一 就是包括你现在讲的欧洲人什么 大家都在注意川普 就是这个因素 就是说他又把美国搞乱掉 也是我里面说 而且最好 最有 我苏联有提到 就是说他把这个国家搞乱 他没有罪恶感 这个是最荒谬的 就是 有点像毛泽东以前那样 天下大乱越来越好 他有思想基础的 他那群人是有思想基础的 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这是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稍微吃药的 就是说这位老先生呢 他是不喜欢打仗的 所以他在任的这四年 只叫不咬 这个甚至于 甚至于下面的人建议他 说这伊朗 我们该去给他 给他 给他 给他这个攻击一下 给他一个教训 他都否决 蓬佩奥建议 他也叫 他也否决 那个谁 那个江波腾 他以前的国安会的 那个顾问 他都 他都那个 他甚至于还有 还有一次 他后来他离开之后 还在他的那个老家 Florida那边 不是老家了 他现在住的地方 那个不是把国家机密资料 乱丢吗 丢在浴室里面 什么 他还客人来了 他还把这个机密拿出来看 其中有一份 后来有人透露出来 就是攻打某个国家的计划 国防部给他拟的 攻打某个国家的计划 我猜那个国家就是伊朗 就是伊朗 那他就把他否决掉了 所以这位先生 他是 我就说 我的结论就是 只叫不咬 他对使用武力 他是有顾虑的 在某个意义上来讲 这个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吗 还是说这个孤立主义 跟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孤立主义 还是有一些差别 是有点差别 但是他的孤立主义 就是说 我只管我自己 不管别人 以前的孤立 属于是我根本不来往 他现在还是要来往 但是他不 就是说你的死活 not my business 我只要赚钱 我活得下去 美国人照顾的好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关键 都跟我们有关 而且都对我们不好 所以台湾把所有的 本钱 什么的都爱 都压在美国这方面 结果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个 我不要怎么形容它了 我不要太 而且他现在11月当选的可能性 还蛮大的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这个三月份 他的一个Super Tuesday 一个初选 七八个州的初选 那个一过的话 几乎就是 几乎就势如破竹了 他就是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 民主党这边还在摇摆摇摇摇晃 所以民主党现在力量也挤不起来 然后民主党的基本盘 现在因为架杀走廊的战争 让共和党 民主党的很多基本盘 现在也在动摇 所以川普当选的可能性就很高 那么后面那几个就会出现 所以台湾 这是今年的灰犀牛了 已经看得到了 真的是犀牛 犀牛级的 我们回来 关于台湾的局势 就是在选后 原来很多人担心 台海之间会有很大的动荡 到现在为止似乎是平静的 那有一些解释就出来了 我知道你对有些解释是不满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个旧金山 拜习高峰会以后的共识 有人讲是大陆经济的危机 也有讲说最近习近平在整肃解放军的高层 那有些因素 你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 是认为这个并不能够解释 但是你怎么解释现在台海相对平静的 这样子 是不是too early to say 对 我觉得我不会 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 因为媒体现在太多了 大家都急着在要 要那个 来分析当前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变成 以前讲说见树不见灵 那么现在呢 不但是不见灵也不见树 甚至于不见树看到 要见到要分析到那个叶子去了 叶子里面现在已经分析到 叶子里面的纹路去了 所以一点小小的事情 就要把它给它blow up 把它就分析到这样的 那我没有办法来追这种 这种分析 我觉得这种分析对我来说 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 很少上媒体了 很少去那个接电话了 我觉得对这些东西 你今天讲了 我们就静下来了 过阵子就翻了 不一样啊 谁晓得习近平 肚子里面什么回程 没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他的决策跟这个东西 都不见得相关的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都不见相关 我们这边看得很重啊 这个那个的 可是在他们那边 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那么重啊 就算他建火箭军的事情 那是一个蛮大的 确实是蛮大的事情 这并没有说 军队没有这些人 就不能打仗了 这个这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还有很多因素了 他也不是非打不可 我觉得 所以这事情 现在我没有办法来判断 这是你国安会的那些人 他们应该伤这个脑筋 可是我觉得我们随便啊 就是台湾的人 基本上还觉得说 基本上说没事 所以拼命找各种理由 来证明他没事 这是现在台湾的基本心 就是说我喜欢没事 那因为我喜欢没事 所以我相信没事 那因为我相信没事呢 所以我去找很多理由 任何一个理由 只要是让我高兴的 我就来证明他是没事 这种 因为这样子就是 这就是我说 据为是安就是这样子 你没有想到那个 中间可能还有另外一面 还有另外一面 you never know 这个共产党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思维 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 我不方便举很多 很具体的例子 真的我们在跟大陆交流里面 我们听了一些故事 他们大陆内部的 台湾内部斗争 你说很激烈 大陆内部斗争也很激烈 那他们的手段 对不对 他一抓就是一百多万人 台湾是一百五十万人 等于是两个板桥 半个台北 这样子在弄 可是他就这样做 这个制度就是这样子 他下了决心做 他就做 所以我们不能够那个 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要看两面 要看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 所以因为大家都在谈好的这一面 所以我这个比较讲坏的这一面 就比较大概会觉得很奇怪 好像在逆风在走 但实际上 我觉得要两面并成 台湾的人要两面都要思考 而且因为我们是小的这一方 新加坡这一方面 我们要看得更远 尤其是在位掌权力的人 他要看得更远 他不能够自己被自己的宣传骗了 不过你在那个书最后有提到九套剧本 其中有一个 我倒觉得跟现在比较相符合 就是美中谈判 也有人提到说 现在似乎是美中在联合共管台湾的一个情况 就像是有点像扁那个时候 谈一边一国以后的类似情况 你觉得像吗 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了 这个共管台湾性也是言之过早 因为假如你要共管的话 你从逻辑来推演的话 他们两边要密切的沟通 现在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密切沟通 那个美国在大陆的大使 大陆非常讨厌他 因为他还在公开讲那些 他们不喜欢听的话 我猜他们见面也没见几次 那旧的那个秦刚刚走 旧的秦刚在那边待了一年左右 什么人也没见到 他们都不理他 把他冷冻了 那中间空了好久 来了一个卸峰 卸峰到目前为止 跟他们沟通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知道 那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密室 有没有密室我不知道 有没有那么多的 这些高层接触 你说共管的话 第一两个人要理念相通 通了之后呢 才要建立沟通管道 沟通 建立之后呢 还要再密切的这样来往 才会到那个程度 不然呢 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个是 也是一个 一个想象吧 一个想象吧 就是 就是说局势安定的 所以 因为希望局势安定 所以希望有共管 这是 这是台湾的一个 台湾把太多希望放在美国那边 所以希望美国扮演这个角色 那 很有趣的就是说 万一 事情弄不好的话 真的会 台湾真的是 就是 回到李登辉说了 就是 台湾人的悲哀 最后命运是别人决定 所以台湾讲到最后 因为大陆这个崛起 台湾的 我刚刚再回到你 回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命令将来是 一个大国或者两个大国决定 然后台湾呢 是其中一个小角色 假如我们采取一些主动 像现在timing来说 假如现在两岸开始 开启对话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抢到这个主动 在他们两个人还在大眼 顿小眼 还没有办法那个 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东西 可是两个人都很尴尬 心里还很害怕的时候 疑虑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时候主动出击 关于我的事 我们自己来 来一个说法 这个时候可能 台湾还可以扮演一点角色 但是你觉得 大陆还会相信民进党政府吗 或者是说 你觉得大陆 是不是现在 只是在为将来要打 做准备呢 我觉得假如说台湾能够 就是说怎么讲 一个共同的概念 共同的想法 或者大陆讲共同的方案 能够出来的话 大陆是可以 可以 可以 愿意跟我们坐下来谈的 可是我们自己要走出这一步 那我很早以前 不瞒你说 我忘记了2010 我那时候还对 就是说蔡英文 我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我记得2017吧 上台没多久 2017民意党内部提出了 谁要说什么 他们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说放弃还是什么 冻结台独党 我那时候我记得 起码我演讲都讲过了 有没有写文章 我好像没有写文章 我的意思就是说 蔡总统蔡主席 假如能够在民进党的党代表大会里面 就是我们重新设立什么什么 这个对中政治小组 来检讨这个事情 就是说检讨怎么回事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要成立 做这件事情的本身 大陆就会认为是一个positive 的一个讯号 就是说你重新启动了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可是蔡英文就是坚定了 就是大小姐的 大小姐的这个 大小姐的这个方案 就是这样过论 其他都不要谈 这是不要谈 两国论 不要一国两制 不要九二共识 什么都不要 所以所有任何动摇这个东西的都不碰 所以这就完全没有空间了 那现在 现在 我是觉得两岸要走到这一步 还是不容易 因为 所以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美中谈判之前 到我另外一个剧本 就是那个南海撞击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比较高 这可能性比较高 就是因为这个危机而促成了 至少能够接触 能够谈 对 那照记我里面讲了吗 与其说是危机处理 不如说是一战必谈 就是你们都不相信我会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两天东营 今天报纸写东营 东营的那个 那个大陆的飞机 飞到我们东营的上空 运输机飞到我们东营上空 我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东营是我们飞弹很多的地方 东营离大陆很近 台湾当然飞弹也很多 东营 东营雷达什么都很多 那我们飞上去了 我们东营的人是到底是不知道 还是不晓得要干什么 那将来假如大陆的飞机 现在是飞到在我们郭中线 到外面二十几海里 怎么样 哪一天飞到我们头顶怎么办 对不对 飞到头顶 就是我们领空了 那我们的飞机要上去 还是不上去 对不对 这种事情你要上去 不上去的话 那你就被人家看扁了 上面拍一张相片 把什么101全部照出来 看你观感怎么样 那你要上去的话 那要上去 万一要接触 要干什么 怎么办 发生事怎么办 这就是国安会现在要想的这些事情 这事情假如发生了 那就是 假如是撞击 撞击一刹那的事情 那时候的南海撞击的时候 就是一刹那 就是飞行员 飞行员跟大陆的侦察机的一个摩擦 就演变成那么大的一个事情 台湾这边要发生这些事情 太容易了 那这个飞机大陆飞机假如飞到我们头上来 就证明一件事情 美国人根本没有用 他美国人飞机远的很 根本过不来 对不对 几小时再过得来 他马上就到上空了 十分钟就到这边了 以前我们就有一位将军跟我说 他那时候大陆的飞机 眼看着就要过中线了 他就赶快跑去跟陈瑞宾总统报告 报道这件事情 就被陈瑞宾的随护挡在门口 就说你不能进来 总统在里面主持典礼 真的唱出唱国歌 你要总统出来 那那个将军就说 对不起 国歌唱完飞机就过来了 假如真的话 就是这么快 就是这么快 那美国人更过不来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两边假如说 就是一个要插撞的事情 是很容易的 但是还是飞机的 假如是船的话也是一样 船大陆飞大陆的船多的是 美国航空母舰假如大陆要导弹的话 美国航空母舰来的话 他就几千艘民用的船只给你包围起来 那你蚂蚁大军 那你是撞还是不撞 对不对 所以他大陆要做的动作是非常非常多的 军事上非常非常多 美国人根本不敢碰 美国航空母舰一点用到美国 美国的军舰现在基本上用处已经不大了 用处已经不大了 所以台海之间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发生意外 当然有好的方式是 导向两岸可以接触能够谈 但是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恶化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飞机在我们的领海里面 大陆飞机发生意外掉下来了 大陆会怀疑你打下来 或者他想要来抢回去 这个东西还有可能螺旋升高的 对 崇仁兄你是专家 你说的这个剧本 在美国的一本书里面就写过 就写过 就是说大陆可以假装他的飞机发生意外 然后意外之后就声称 是你怎么锁定他 你怎么电子干扰 这个公说公有 李婆说永远讲不清楚 那就变成一个事情了 那这件事情的话就恶化了 所以这个就是 台湾人觉得这些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 所以没有人去思考这个东西 那我们在思考这些东西的人 人家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是怪人 你们这一天到晚是唱衰 实际上这种事情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这个全世界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谁晓得 国际政治的阴谋太多了 那个俄国到欧洲那个地下的油管 那叫什么 那个北溪二号 对北溪二号 对啊 就是这种事情 当然是有人在搞嘛 当然是有人在搞嘛 很容易啦 大国要搞这些东西很容易的啦 我最后问你 您在那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 特别提到 就是说你写这本书啊 其实是你很久以前开始就不再做传教士的这个角色 你主要是是作为神学家 是作为研究旁观 但是你写这本书 当然还是希望有一些 希望大家从这里面得到的一些启发跟 或者是建议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我大概是2016年之前 我做了很多蓝绿沟通的努力 我希望我跟同政员合作嘛 这个同政员是很温和 我觉得很温和理性的一位民进党的朋友 那我们一起出书啊 办活动啊 然后办研讨会啊 把国民党立法 民进党立法委员都在一起 大家一起上课啊 讲诗里面也是民进党国民党都有啊 然后会上完课之后 还一起到大陆走一趟啊 我们还组团到美国去访问啊 所以那时候蓝绿 我觉得我希望蓝绿之间大家交朋友嘛 不要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 一起读书的 住在同样一块土地上 干嘛好像扣仇一样嘛 可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呢 就完全切断蓝绿的这个沟通 然后红旗舱也被租出新潮流系 然后这个跟大陆的交流也切断了 所以红蓝绿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沟通了 所以那就 所以我就2016年之后 办活动就有点有气无力了 就很累了 还是继续办了 但是从到2021吧 我记得2021 那我就中间就写了很多文章 但也平均一个月写一篇了 我基本上觉得台湾的老百姓 就是居为是岸了 我再怎么讲的话 人家就帮我当只乌鸦了 所以写到2021年的年底 我心里想了 我够了 大家不相信 无所谓 It's not my business 反正我们是退休的人 我们这个一点参与的 参与的这个价值 稍微少微少微这个利用一下 不要的话 我过我日子一日更好 所以我就 就是基本上就是做研究了 我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的 密集的研究 是2015年开始的 2015年 我只是零星的在读 我在follow那些重要的文章 重要的那个 可是并没有说 投入到那么深的程度 2015年 看了一篇兰德公司写的报告 我就 我就豁然 豁然一惊 就是 哇 这个军力对比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开始深入研究 到底问题在哪里 那美国的军力到底是怎么样 后来发现是空的 大陆军力到底强在哪里 那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2016年以后 2015 2016我就开始 密集的研究 就越研究越 越悲观 所以写的文章 掉着了也是很悲观 那大家不相信 那我就算了 休息了 休息了 我就写这本书 我就把原来 在写的一段段续续 把它补起来 这本书 我基本上是留个记录了 给历史留个记录 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了 用自己一个交代 这个 然后相信不相信 坦白说 我也并不在乎 你喜欢 你不喜欢 没有关系 让历史来见证 我是对的 还是错的 今天非常谢谢 舒奇老师到我们节目来 这个这本书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多看 谢谢 谢谢你 谢谢崇文庄 谢谢 也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心中收听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